印度不用工作的中产阶级女生 你知道一天过得能有多潇洒吗? 早上六点 这位名叫阿内米卡恰玛尔的女生 就会准时从床上醒来 她今年十九岁 目前跟家人生活在新德里郊区 阿内米卡家是印度的中产阶级 因此她平时并不用去打工赚钱 起床后 阿内米卡就会先去上厕所 在印度农村 家里有独立厕所是富人的象征 像穷人一般只能采取自助行事 简单说就是想在哪拉就在哪拉 完事从卫生间出来 阿内米卡就要去打扫精简 这是她每天早上必做的事 毕竟作为中产阶级家庭 保持干净的居住环境很有必要 此时从阿内米卡用毛巾一点点擦 就足以看出她家卫生要求有多高 等搞定这点家务 阿内米卡会去厨房 给自己冲一杯咖喱味咖啡 接着慢慢享受完 再把早餐做好 才回房间收拾床铺 搞定后 阿内米卡习惯上楼顶 眺望一下繁华的街景 顺便呼吸新鲜空气 据阿内米卡所说 虽然她家条件只能算中产阶级 但也早就已经住上高层小楼房 总的来说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中产阶级在每个国家的标准都不同 据印度官方的报告所说 他们已经有6亿人到达中产阶级 至于评判标准 则是年收入6万卢比就达标 折合人民币将近5000元左右 很快时间来到早上7点30分 阿内米卡就差不多该去做祷告了 因为她家所属的恰马儿是高中性 所以每天早晚都要做祷告仪式 然后感谢神对于他们的温慈 让一家人过上了美好的生活 杰熟刚好可以享用她的早餐 作为女性 阿内米卡的早餐 是父亲和弟弟吃剩的一点小菜和米饭 吃饱喝足 就是阿内米卡做家务的时间 在印度女性地位普遍比较低下 特别是农村等相对落后的地区 女性日常生活中 不单只要洗衣做饭做家务 甚至不能跟家里的男性一起用餐 必须等他们吃完才轮到女性 阿内米卡家里出爸妈以外 还有弟弟和一个妹妹 但由于妹妹年纪还太小 作为长女的她就要承包大部分家务 像洗衣做饭这种事 自然全家人都交给她 时间一晃来到中午12点30分 阿内米卡终于搞定所有家务 可以休息一回吃个午饭 由于印度女性 出门都要得到父亲的批准 为此阿内米卡解决晚午餐 基本也只能待在家里睡觉 睡醒她就该去为全家人做晚餐 与此同时 弟弟也已经放学回家 阿内米卡跟妹妹都没有上过学 不过并非是家里条件不允许 只是重男轻女的观念 让父亲认为女孩只要会做家务就行 晚上8点 在父亲和弟弟吃完晚餐后 还给阿内米卡剩下一小碗饭菜 这就是她今天的晚餐 不得不说真是看着就倒胃口 吃完之后 阿内米卡还要去做个夜间祈祷仪式 这就是印度中产阶级女生的一天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 你对这种生活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不得不得不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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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että 不得不得不得book 小标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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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